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都什么时候了 下棋 怎么了 浑身没劲 看看 脉搏微弱 气血不足 你最近睡眠不太好吧 我最近睡眠确实不太好 我浑身都很累 你看我身上还有什么毛病 心率不齐 内分泌异常 是要得大病的征兆 我呸 不可能 这个瞎说 我不理你啊 别生气了 过来 陪我坐一会儿 靠近过来 所有苦难 还在挣扎 上过来 怎么 脖子落斩了 你站住那边 别气了 气坏了身子 我会心疼的 你会心疼 你就会耍我 我没有耍你啊 你看看你 黑眼圈都这么重了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胡逆的 你要再继续胡思乱想下去 就更连转 我 我这不想帮你一起解决吗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好好练功 专心准备舞蹈大会 还有我 最近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我 我想帮你分担一下 照顾好你自己 就是替我分担了 对了 带你下来吧 我先下来一起下 好 小长 关于太极馆被打杂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八旗门的人干的 八旗门 八旗门的人现在如此挑衅我们学校 如果我们再无所作为的话 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我们学院从创立以来 就没有谁敢如此嚣张地 在学校闹事 这件事情 一定要严查 谭林 身为八旗门门主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谭林 你是八旗门的门主 那这么说 是你派人去查的太极馆 校长 我身为八旗门的门主 但这件事我真的毫不知情 你身为八旗门的门主 你门下弟子所作所为 你会不知情 你觉得我们会相信吗 校长 这件事真不是我做的 你要说了 既然 你是八旗门的门主 那我们 就按校规处理 你 校长 大林 请吧 嗯 奶奶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啊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欢迎欢迎 这个给你 谢谢奶奶 奶奶 你坐 魏楚 太极管被毁的事 对你没影响吧 放心 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 那就好 最重要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八旗门也不知道 会不会做出一些 出格的事啊 放心 有牌包在哪儿 他会保护好我的 飘飘 你身为太极队的队长 可不能有所懈怠啊 我知道 奶奶你放心 我一定会加油的 还有奶奶我 太极总觉得少点东西 你要不要帮我看看 太极之根本在于 随心所欲 心随意动 调理好自己的心态 最重要 好 我知道了 魏楚 你们今天画的是什么 你看这儿加一点 是不是比较好 你看呢 还是奶奶说得对 加一点就妙笔生花 好好看 奶奶不说这得加一点吗 你加 我画了 那 奶奶说得是这儿 我已经 奶奶说得是这儿 奶奶 你说 你说的是哪儿 我在看 是那儿 我是你师父 我在这边看可清楚了 不是这是那儿 奶奶说的就是这儿 飘飘说得对 你听她的 你看 那 就是这儿 别人你画的画 好 那我画 奶奶 你说是不是这儿 kle limited 好吧 妈和你 先帮自己的去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病咋了 王朝天 你别胡说八道 昨日我还见过门主 我们要见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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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他得的是传染病 在治愈之前不能探望 他特地叮嘱我 让我代理门主之位 你们如果谁不服我 可以跟我打一场 谁要是赢了 代理门主之位我就让给他 请我wed城中仲不合适 我和照相对 你打顾我 我们不懂要 我等你 回来 你 我 我 不 这是 此其咎 学校已经对他做出开除的处分 校长 这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还请您不要那么着急做决定 怎么 难道这事情还有什么蹊跷 我只是觉得还需要调查 好吧 我相信你 按你说的办吧 ст 你来了 我看你最近训练强度太大 怕你身体状态不好 给你沏了一杯茶 尝尝 你亲手怕了吗 是啊 快尝尝吧 这 这是金樱花茶 对啊 也太好喝了吧 我觉得为微苦 带一点甜甜的感觉 还有种酸酸的感觉 我觉得比外卖的都好喝 我在里面加了一些柠檬水和蜂蜜 冲到了金樱花茶原本的色味 怎么样 还蛮伤口的吧 那好啊 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吧 以后它就叫 不理人排金樱花茶 真爽 哪有你这么喝茶呢 没了 我再给你倒一些 好 我們走 温楚 谢谢你 你正好 disaster last thing 快去啊 站着干嘛 好 笑笑 你可不可 我去给你买点水 好啊 你在这儿等我 一会儿就回来 你来干什么 笑笑 上次我不是故意要大胜你 那是因为我也被骗了 是吗 先坐下说吧 我已经查出来了 杀害方济的凶手 就是谭林的父亲 那个老家伙 一心想让谭林当心门主 没想到最后 方济还是指定了你 那个伪君子 只好装模作样的 由你当心门主 其实他闪害你的 哪知道 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 我已经把谭林推翻了 就等着你回去 掌管八旗门 只要你把他 放到风飘飘地插上去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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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色这么难看 可能就是有点冷吧 来 穿我的 那我带你去吃火锅怎么样 好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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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找我有什么事吗 之前的事情 我都没好好谢谢你 听说这个奶茶特别好喝 就 我以为多大点事呢 没事 多过去了啊 你 你 好一出姐妹情深哪 我承诺你的事情 我做到了 我 希望你也记得你答应我的 小女娃 你可真好骗哪 不愧是方济的外孙女 你继承了她的愚蠢 连真话假话你都分不清楚 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其实 是谁后悔 还不一定呢 我担心的 我帮你自己看看 谁啊 没想到这齣戏 引来了大老鼠 小小啊 没有想到你还真的敢胡我 为什么不敢 这里没人怕你 要不是飘飘和魏楚 我还真就信你了 这是王兆天给我的药包 会是什么作用 我不知道 我会派人查清楚这个药的 免得哪天找了他的道 你给我的药包 和当年毒害我外公的成在 一模一样 其实就是你杀害我外公吧 原来漏洞就出在这儿了 下次可不能再重复犯错了 你还想有下次 药包在我手里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那就来吧 有个人 有个人 我们自己来 发现 你还是要 我 你不是 我 忍不 加入我们太极战队 一起迎战八旗门 什么 魏师兄你让他加入我们战队是吗 是 可是魏师兄 他是八旗门的人 更何况他是八旗门的掌门 一开始他要毁掉我们太极系 又害过你和海洋师兄 你怎么能让他加入我们战队呢 肖肖现在的功力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之前对我的敌意 也完全是因为误会 现在已经解决 此外 他之前为了研究我们 也学许过太极功法 实力不差 有资格加入你们 更何况 打破门第之箭 是我所希望的 包容豁达 不也是太极平衡当中 所包含的道理吗 魏师兄 我们可以允许 其他门台的帮助 但是 这个人绝对不可以是肖肖 够了 这件事情 还需要从长记忆 既然就到这儿吧 等等 我们应该相信肖肖 如果不是他 我早就被王朝天的诡计 给陷害了 表录 谢谢 魏主也谢谢你 不过话 还是我自己说吧 我承认 我之前做过很多错事 很多很过分的事情 我伤害过你们 我也欺骗过你们每一个人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确实是挂我之前 什么事情都没有弄清楚 真相都没有查明白的时候 我就误会你们 误会魏楚 但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需要一个机会 我甚至比你们每个人 都是想亲手了解冷朝天 但是 想要光明正大地这么做 只有全国舞蹈大会了 所以 我真的恳请你们 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加入你们 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 好吗 队长 队长 你的意见 其他人的意见呢 看来 太极队 准备找到了第五个人 欢迎 八旗门萧啸 加入 太极代表队 太极代表队 我会好好加油的 欢迎加入我们太极战队 虽然萧萧不是太极系的学生 但只要 得到了书画系老师的认可 和队长的认可 就无所谓了 别哭了 接下来 你们五个要加油 你最好别给我们添麻烦 我不会的 明天我们就去找奶奶 你是不是早就想来 消消入火了 没有 就是突然想到的 突然吗 你多聪明啊 你不是朱 朱 诸葛亮在世吗 说得也是哈 就是 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 觉得消消一定会是 太极代表队的第五个人 这种厉害 你刚刚表现得不错 有了你的知识 我就有了勇气 你 我睡觉了 对了 下次我去 陈医生那里复诊的时候 顺便给你买一些 这儿都掉 你睡不睡觉 我往这边走 闲得是吧 去 晚安 我们太极派 绝对不可以和其他门派 一同参加武道大会 要是给他们看见了 就会说我们太极 好记无人 落人口实 对我们实在不利啊 但现在的情况 这是最佳阵容 但太极向来是船内不船外 能让风飘飘代表我们参加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更何况萧萧 她是八旗门的人 你们这个组队 真是有违老祖宗的规矩啊 魏奶奶 正是因为这样的规定 太极才会一再地落寞 只有废出门第之间 太极才可以早日发言光大 太极未来的动向如何 我管不到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规矩乱了 魏奶奶 我用我和爷爷的名义担保 一定不会辜负太极系的名声 奶奶 我也用我的名义担保 事态紧急 您就答应吧 奶奶 好了 那太极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的伤好些了吗 没事了 只是些小伤办了 对 你放心吧 我们都没事 我们可以轮流给你切磋 王兆天的话 我和他打过 他自称是融入了泰拳和马来拳 这种拳法一般是在地下 搏命用的 要是不熟悉的话 很容易受伤的 飘飘 这个王兆天在赛场上 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你要事先熟悉一下泰拳和马来拳 飘飘现在动作很流畅 我先来 潜伺叫 有进步 继续来 我来 你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卫士太极的招式 但是太极要重齐异 不重齐招 你还是拘泥现在的招式 没有将太极的精髓误透 这样赢不了王兆天 其中的精髓 太极讲究的是一个空字 深空 星空 自然就会领悟到其中的精髓了 爷爷 你怎么来了 我家的乖孙女要上武道大会了 我能安坐家中睡大觉吗 伟长们 我对太极的理解对吧 封爷 让晚辈也受教了 你教我外宋女的一定是好东西 飘飘 好好感受一下空的异境 你会有新的发现 好 小铁头 站住 快坐 走 往那儿跑 你为什么欣负我们少女同学 关什么事 我们太极小很厉害的 快 你快追 我去你 说我啊 宝贝 让他 不错 撤 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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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飘 谢谢你 飘飘 怎么了 紧张了 之后还没开打呢 你就吓成这样 我没见过这么大场面 我紧张一下不行啊 飘飘 你可得威风点 今天你才是主角 对啊 千万不要担心 我们大家都挺你 嗯 飘飘 你要加油啊 飘飘 这个给你 这是我特意去庙里求的 都说特别灵 加油 这个是我的幸运发卡 给你 呃 我这里有块表 我就不添乱了 威处 你不表示一下 我把我的能量 分给你 你啊 威处 威处 服你 好了好了 我们也该开始准备 了 欢迎大家 来到期待已久的 第八十八届 全国舞蹈大会的 比赛现场 在全国舞蹈大会 比赛规则之前 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今年新天的规定 全国舞蹈大会 在多年的经营中 与全球各地的民间武术协会 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为了更好的 促进全球各地的民间武术交流 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队 将赢得参加世界舞蹈大会的机会 接下来 有请东道主 CMFU学员的代表 太极系代表队上场 队长风飘飘 队员白海洋 肖像 陈兵 杨宁雪 替补队员魏楚 值得一提的是 太极系的风飘飘队长 接受系统的太极训练 仅仅不过一年 就获得了队长的称号 实力不容小觑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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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支队伍 参赛者九十六名 每队派出五名正赛选手 将以个人淘汰赛的形式 决逐冠军 若某队的五名正赛选手 既在淘汰赛中失败 则该队被淘汰 下擂台 二 一方选手失去意识 三 一方选手选择开口认输 本赛本着遗物会有的精神 在赛场上禁止使用武器 偷袭辱骂对手等行为 十六支队伍各有一个替补名额 若正赛选手无法比赛 至少要提前一日通知主办方 与替补选手进行替换 交替机会只有一次 各队的替补选手 请在开幕室后到主办方处 进行申请登记 现在我们将进行淘汰赛抽签 有请各队代表到裁判席 想什么呢 对于你这种智商的人来说 把问题讲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行行行 就你智商最高了好吧 其实我在想 如果我全国舞蹈大会都冠军了 我就得出国大比赛了 训练加上比赛 得一年后才能回国 到时候就得留你一个乖老人在这儿 那你说怎么办 你不聪明吗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我想 如果这份荣誉 是我们俩一起获得的话 那该多好 你不去的话 我一个人 就是有点可惜了 怎么喜欢我啊 还不承认 你别看着我了 行行行行行行行 我全世界最喜欢你的行了吧 整天就知道逗我 等到时候我真出国比赛了 你就自己跟自己玩去吗 是不是我如果打不赢比赛 就可以一直在你身边了 来来来 别看了 藏起来 我们今天来唱歌 来 喂喂喂 你玩具还挺多的啊 我们就当今天是放假吧 你该不是不会唱歌吧 确实 一节晨晰 深深呼吸 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 无畏无据 多一点努力 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 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 一朝一时解决所有难题 就算有太多阻力 我也不会放弃 守护只属于我们初心的秘密 把伪装写去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与你为敌 我依然 沉在你的身边 紧紧握住指尖 传递出勇敢 说再见 哪个胆消灰 许下心愿要学会 跟你并肯 你并肩 不为前路前线 坚定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不离散 我她喝病死。 有陈志愿不离敌 首先喝酒 现在《卓曼校山?秘密地業来》 Room 花上婁 都有クロ艺 给你再唱唱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最近 一天玩的时间 比训练的时间还要长 我这不是前段时间 一直都在训练吗 放个假呗 行行行行 我答应你 好吧 得那个全国舞蹈大会 我一定会得冠军的 不用说 用做的 我这人怎么那么烦人呢 我 我这不是想的是 要是我要得冠军了 你 你就一个人 我还得出国 我不想留点 咱们两个人一起的回忆吗 这个问题 不是应该拿到了 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 才有考虑的吗 不跟你玩了 你自己唱 你怎么还在看漫画啊 说我的训练呢 我还在学习啊 坐啊 我这有水果 一起玩一会儿 我再问你 你 我 我 我的手好痛啊 肌肉无力 一直在抖 你看到没 好像需要休息 我问你 武功为什么会有高低之分 我哪知道怎么分啊 我不是都会了吗 会不会 跟厉不厉害是两码事 全国武道大会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你觉得 你还有时间 在这里浪费吗 我这是 我这是劳逸结合 我看你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我这不是得调整状态吗 我如果状态调整不好的话 我打也打不好啊 今年的全国武道大会 有很多选手 都设练了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久 本来时间就不充裕 你怎么跟人家比 你有必要这样说吗 我这不还有时间呢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次全国武道大会 意味着什么 是否能够打破门第之键 都看这一次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去练 我都说几遍了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就去练 去换衣服 现在 这是我最后一次抓你谈话 你吓我谁呢 你开心 你会儿一会儿 你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 你会儿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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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边 走 你坐在这儿干吗 出去玩 飘飘 你都休息这么久了 是不是应该牢与结合 牢与结合 一会儿就新练吧 不不不不 今天我看外面天气特别好 我们要不然出去逛逛街 买买好吃的 巧克力豆 彩虹糖 棒棒糖 口感糖 算了 反正我也管不了你 不然 我们去放风呢吧 佩佩佩 我觉得 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